沒有 因為我們一定會提出非常具有國際觀 各方面都條件非常好的副總統候選人 所以沒有 答案還是非常一致 始終如一 我認為會有更好的人選出來 而且我剛剛自己強調 我們目前 因為侯市長才剛被徵召 那我們目前為止就是以智庫的角色 就是提出所有最具體的一個政策 那至於他副總統的人選 我想侯團隊應該會有他們更廣泛的一個考量 而且不至於在這個時候來公佈 沒有符不符合彼此裡面這樣的一個問題 陳議長有沒有推薦其他的副首人選 你還是非常關心副首人選就對了 我還是強調有非常多比我們更加優秀 我相信侯團隊一定會廣爭人才 然後提出一個能夠幫侯市長加分 然後呢也能夠讓大家耳目一新的人選 現在侯市長的民調 他沒有出現慶祝行情 那主要是因為黨內還在紛擾的階段 我覺得黨內的一個紛擾 勢必是我們要去做解決 那我覺得慶祝的行情 你要怎麼樣解讀這件事情 你可以說在黨內這麼樣的紛擾 有磕屁在外面這樣子 虎視單單的狀況之下 請問一下 很早就定義的賴清德副總統 他的行情有因此而變得更高嗎 他的天花板是不是早已經到極限了 所以就看你怎麼樣解讀 這樣的一個數字呢 我只能說在這麼紛擾的狀況之下 民進黨也沒有因此占到太多的便宜 所謂的慶祝行情到底在慶祝誰 市長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這時候你跳出來 可能就有一波慶祝行情 我跳出來 我今天已經跳出來 主持國政基金會的一個記者會 而且非常務實的 非常有態度的告訴大家 我們的政策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我現在跳出來主持這個部分 然後也幫助我們的喉團隊 大家共同在政策的層面上面 方方面面裡面 給予最完整的一個所謂的處理 我想這就是我們全黨上下 勢必以台灣人民為最重要的基礎點 提出非常負責任的一些做法 我覺得現在目前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好好的把這些政策 能夠更完整化 然後提出真的是人民需求 然後能夠提出解放 我覺得這才是整個總統大選當中 智庫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會盡量辦好 這也是我們今天開這場記者會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 侯市長他其實才剛被徵召 然後他對於兩岸的問題 他事實上多有準備 那我們這邊有 不管是國民黨的大陸事務部 還有包括我們的國安組 其實這長期都有一貫 我們的一個一套的一個理論 跟一個基礎 我想我們會透過這個啟航模式完之後呢 會跟侯團隊做一個這樣的對接 那我想從他過去的發言 我想他是不脫國民黨基本的一個精神 那只是這麼把精緻化 能夠更讓很多的民眾更加了解 那就是我們兩方彼此跟未來 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是會堅持九二共識嗎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九和共識的 這個部分當中呢 我想我們剛剛趙吉言都已經講的 非常的清楚了 我想在基於中華民國的憲法 然後呢尊重九二共識的一個 基本的精神 我想這個都是侯市長 過去的一貫的一個想法 至於怎麼樣更讓兩岸之間 可以在一個要民主要對話 要和平的這樣一個基礎之下面 我們可以做更細部的一個探討 六月之前可以提出兩岸論述完整 我想我們的兩岸論述 一直有我們自己的一個方向 那現在就是跟紅團團隊 透過更精緻的一個討論 然後提出一個大家認為 我們一向就是有我們的政策 只是這政策的 我剛剛提到的 廣度跟深度我們有 那它的高度到什麼程度 然後可以讓人民感受到的溫度 到什麼程度 我想我們未來都會朝這方面 來做一個努力 核能的立場是不是會跟侯市長意見 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意見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想我們已經揭示了 台灣已經面臨了未來 可能會缺電的這樣一個危機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分的電 我們都會盡量 我想我們永續發展主 其實還有包括智庫 過去一年來中 我們有南北中三大廠的 還有包括跟很多的能源的專家 我們一直強調 核能的問題 我們要慎重的一個考慮 而且說實在 大家會考慮到核廢料的問題 核廢料應該是從國家中央政府的一個角度 不應該把問題丟給新北市政府 也不應該把問題丟給屏東縣政府 不用把這個問題丟給所謂的地方政府 我們應該要從國家的整體來考量 還有其他很多的選項 跟國際的合作等等之類 總而言之我們強調 不允許台灣會有缺電的危機 我們會想盡所有的辦法 讓我們台灣度過這樣一個危機 那跟國際的合作也是一種選項 之前這個政策白皮書的進度 答應到哪裡 我們B4已經大部分都完成 但是我就承諾我剛剛說的 深度廣度 我們都已經兼具了 但是最重要是因為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在5月17號才產出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 我們現在的總統候選人 再做更進一步 根據他過去的主張 還有包括我們自己的基本精神 做一個對接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做出一個符合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要等到10月才會公布 沒有我們只是說這是一個啟程 事實上智庫已經準備好了 剩下少部分的部分裡面 我們又要透過對接 透過彼此的論述 然後大家能夠得到一個最大的共識 然後和團隊 會根據他們的方式 然後提出他們認為對台灣 社會最有利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邀約管中民校長加入國政團隊 我想他管校長絕對是一個 我們特別在財務經濟各方面 都是一個我們非常尊重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極力 讓管校長能夠貢獻他過去的所長 然後可以把他的想法 融入在我們未來的政策 我想這是國民黨非常希望 也希望能夠達到的 在這段年 這段年 我們一定會 haul p兵 但是我們會怎麼 我們會這樣 我們會有 多대�解 我們會的 我們會永遠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